这个地方的参数很奇怪是说 它会因为不一样的电脑 可能顺序也会不一样 可能我这一台电脑是月日年 那你们电脑有可能是年月日 所以最后你在执行的时候还要稍微看一下 它的顺序也会不一样 可能刚刚有同学应该有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check过它的说明档 不过好像也没有特别 主要应该是根据你电脑的一些日期的格式设定 那这部分的话至于要怎么去设定 这里面好像也没有特别提到 所以这部分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位置会因为电脑不一样而有所差别 那最后再增加一个这个清除 然后全部显示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前面所讲过的 可以用什么呢 call的方式 因为你不用再重写了嘛 有些东西已经有写过了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call月年日 或年月 其实这个顺序呢 因为最后还是全部显示 你顺序怎么放都没关系 按一个全部显示 那分隔符号 我们多一个参数 我这边的话多一个参数 按一个确定 就显示出我的结果 那这个参数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边 你如果说这个参数要改变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input box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根据你要的这个格式去做那个剖析的 不一样的格式 有不一样的剖析方法 ok 那我这部分的话 各位请再试试看 最后做出来的就是像这样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